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估计当仁不让 清朝皇室的祖训里面 写了对于皇帝的具体要求 其中就有秦政爱民这一项 而清朝的前几任皇帝都将秦政这一点贯彻到底 没有一个懒惰的 他们历经图治 才有了大清的盛世局面 清朝皇帝若无大事 基本上是每天都要上朝的 因每次耽误上朝 不可能 想在被窝里夺来一会儿 祖宗规矩在心头 可不敢耽误 据古籍记载 清朝皇帝上朝的时间 大概在凌晨五点 官员自然只能到得比皇帝早 不可能等皇上都在 金兰殿坐着了 官员还姗姗来迟 上朝的时间为凌晨五点 住在皇城脚下的官员好一些 算着时间就去了 住得远的官员才辛苦 古代车马速度有限 要想不迟到 这些官员凌晨两三点 就得出发去上朝 谁能想到 这么早起 还没有早饭吃呢 清朝的官员们早朝时 都会选择空腹上朝 还在嘴里寒人声 这是为何 据史料记载 清朝的官员 只有三平以上 才有资格去上朝 与君王一同意事 能获此殊荣的官员不多 自然不敢在上朝时懈怠 官员们空腹上朝 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时间太早 按理说 有几个官员 能住在皇城边上呢 能住在京师的 都算得上是达官显贵了 京师那么大 坐在车马轿上 敢去上朝 路上都得花费几个时辰 可没有哪个官员 敢冒着被砍头的风险 在上早朝时迟到 所以他们只能早起 不敢晚到 他路上单个银响早朝 时间那么早 官员基本上 也没什么时间吃早饭 而且早朝前 官员们还要做一些准备工作 以防止皇帝突然问几时 自己一问三不知 正所谓半君如半虎 不是谁都有和君王大早上一起议事的机会 拥有了这样的机会 也是机遇与风险并存 早朝上一个不小心 就可能说出惹恼君王的话 落得个伸手一处的下场 稍有不慎还会连累家族 和早饭比起来 早朝重要太多了 官员们基本在上早朝之前 也没有什么心情吃早饭 担心内级 官员们在上早朝前 不吃早餐的第二个原因 就是 担心自己早朝期间 突然内级想要如策 所谓人有三级 但上早朝的时候 借给官员们十个胆子 恐怕他们也不敢 在一片严肃的氛围中 给皇帝请假 说自己内级想去如策 这样的话 不仅难登大雅之堂 引得同僚笑话 而且可能会瞬间 拉低自己在皇帝心中的印象 弄得不好 还有可能让皇帝 误以为此举时不尊重他 不尊重君王 在古代的任何一个朝代 都是大不敬的 是会抄家灭门的大罪 谁又敢公然挑衅皇权 拿自己和家族 几十口人的性命开玩笑呢 清朝的早朝 持续时间短则一个小时 长则半天 早朝时 君主端坐在金鸾殿的龙椅上 而官员们则微低着头 站在台阶下 一个时辰站下来 那也是需要体力的 按照现代医学的说法 早上不进时 很容易因滴血糖而晕倒 那么清朝的官员们 用什么方法 来保持再早朝上的经历呢 那就是在嘴里面 含一片人参 这个方法很好 效果也不错 就是有点费钱 不过清朝三平以上的官员 俸禄不低 买点人参 那是轻轻松松的事 能在早朝上说的事情 也都是关乎国家的大事 除了要保持旺盛的精力以外 官员们还要有一个清晰的头脑 所以不吃早饭不算什么 人参贵点也无妨 最重要的是 顺利度过早朝 不得不说 清朝的皇帝和官员 都太辛苦了 清朝官员运玉顶 在日记中感叹 有一次自己凌晨三点 就出门上早朝 无奈还是因为晚上下雨了 道路有点泥泞 而耽误了 到得稍微有些晚 他还细心地看到 因为早起上朝 君王又瘦了 脸色也不太好 竟然无人敢提出来 想必清朝皇帝 也不一定愿意 那么早起来上朝 无奈祖训不可为 大臣们也不敢说 只能相互忍受着 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康熙 雍正 乾隆 这三位尤其勤奋的君王以外 清朝中晚期的皇帝 都将早朝 改为了十天一次 想来官员们也松了口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